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莲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响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您邀请到三位益座 带大家来看我们的基隆 要让我们的基隆更好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的副议长林佩祥 副座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副座好 第二位是我们市议员何淑萍 主持人 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还有两位益员大家好 益座好 第三位是我们的庄敬胜庄一座 小军好 大家好 益座好 先带大家来关心的 就是我们的疫情 基隆市的人口数 还有它的确诊数 整个比下来 我们的确诊率是高居全国冠军 那当然对基隆人来说 真的是人心惶惶 我们就要请教三位益座 在这当中 是不是有接到民众 一些不太能够解决的反应呢 我们先请教我们的配想一步座 我是差不多三天前 晚上十点的时候 从我自己的脸书 因为我早睡晚起 晚睡早起的人嘛 所以 我说十点的时候 我还在看自己的FB上面 有什么讯息 那就看到一位认识的选民 他说他打电话到卫生局 九点半卫生局跟他讲说 我们不受理 那个现在你确诊 有小朋友确诊的案件 那如果你有需求 请你自己搭计程车 或自己开车 到医院去做治疗 结果到了医院 那我也不方便讲哪个医院 结果到了医院之后 医院居然跟他讲说 你不是卫生局介绍过来的 那你只能在外面等病床 所以说一来一往 后来这件事情是因为 我们办公室有去介入 有去关心 所以后来还是收治了 一切获得圆满 那小朋友有救到 有救得回来 当下被收治的时候 CT值是15 是相当高的 所以说还好有救回来 但是像这样的案例 其实不是一个 我认为像这样的案例 一直在基隆发生 那就代表着说 我们的通报系统是 不只是失灵 甚至失能 那我们现在整个的配套措施 严格讲起来 也非常的乱 我们之前讲的是说 是与病毒做清零 但是现在政府已经知道说 这个趋势 与病毒共存的趋势 已经是必然的 所以我认为 如果我们要与病毒共存 那基本上来讲 会变成所谓的全民防重症 那如果要全民防重症的状况之下 那我们就必须做到三个措施 第一个措施 我们必须保护好小朋友 也保护好老人家 保护好老人家 就是让他们 就是尽量说 挑他们能够打的疫苗 让他们尽快接种 那对于慢性病的老人家 那我们也要特别注意 而对于12岁以下的小朋友 我们应该跟美国一样 追寻美国的防疫措施 去打所谓的BNT橘色瓶装 药剂 BNT橘瓶 也就是在这个BNT橘瓶里面 是只有三分之一的剂量 这是我们第一个该做的 第二个 我们应该针对高风险族群 也就是不能打疫苗的小朋友 跟老人家有特别坏速的通报系统 毕竟来说 我们一般人打过第三剂疫苗 代表着我们重症率 跟致死率是相对相对低的 但是没有打疫苗的族群来说 不管是Alpha Beta 还是现在的Omicron 对他们来说 新冠病毒 新冠肺炎就是肺炎 所以对他们来讲 如果我们能够把他们两边 这个特别危险的族群 有个特殊的通报机制 让他们尽快的受到医院的治疗 我认为这样我们可以大幅度的 去防治重症 第三个 很好玩的就是说 这个叫做 类普筛 微普筛 滚动式普筛 还是全民防疫 谢谢 全民防疫爱心筛检 给我们多一点快筛剂吧 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阳性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说我们现在确诊了没有 至少说我们如果知道自己确诊了 可是我们觉得很不舒服 那我们赶快去看医生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确诊了 但是我们没有不舒服 表示我们是轻症状 甚至无症状的患者 那我们就应该在家休息 我们如果要与病毒共存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说 我们自己有没有中招 那这样子我们怎么样能够说 我们可以顺利的让病毒共存 所以提供有提供 足够的快筛试剂 不管你是政府发放跟美国一样 还是说民间可以自行 用很便宜的价格去采购 我们都应该要提供给我们全民 足够的快筛试剂 让我们好好的 真正的去跟病毒来做共存 是的确 可以刚刚听到一个 就是重点是我们的通报系统 通报系统是当中 真的很多民众在反应 那所以市府他们是 加开到30线的这一个通报专线 那我想要请教的是有效吗 还是不是有继续接受到 民众的反应 谢谢主持人 其实刚刚这个副议长 在分享他的案例 那我也要讲 我大概是两天以前 大概也是里长这边 通报我说他们有一个就是PCR阳性的一个病患 然后希望就是说他说他打电话都打不进去 那我就帮忙也打 那打了打的时候我才发现说 其实他有分快筛阳性的专线跟PCR阳性的专线 那一般的民众他都会先问你说你是哪一种 然后如果不是的话 那他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在跟你讲 因为刚开始我打进去的时候 然后他你会听到他们的线路都很忙 可是我在跟他讲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就是很明确的来回答我 我在想说我一个民意代表打电话过去都接收到这种待遇的话 我相信民众 确诊的民众的家属一定更恐慌 然后好我打了这个快 我是先打快筛阳的专线 然后那边就跟我说那你如果是PCR阳性的话 你请你打另外那支专线 那我打过去之后 站线中 我足足打了一个钟头 我打了一个钟头之后 然后他就说我们这个整个确诊之后 他有一定的SOP 那因为医院会先把这个 确诊阳性的这个资料给病患 那病患知道说他自己确诊阳性之后 可是我们卫生局却要等中央那边资料下来 因为我打电话去我就请教局长 卫生局长 然后他说现在我们还没有这个确诊者的资料 所以说他还要等到中央把资料给卫生局 卫生局才能去针对他的路径来做一些疫调 然后他们才就是说我到目前今天 里长还在问我两天以前 到现在还没有接到卫生局的电话 所以说你看这两三天 确诊者跟家属是多么的煎熬 他就跟我说 那确诊者还有他的老公他的小孩 其实他有同住者 好那你现在说居家隔离 一人一室 那你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这个确诊者 他到底要怎么样 他们很无助 然后他们就一直打电话给区公所 里长 民意代表 那我都能感受到他们的无助了 那更何况是他们 他们确诊者的心态 我在这里还要再跟大家反映一下 我要跟我们中央政府来反映一下 在我们三月底四月初刚爆发的时候 陈时中部长来到我们基隆市 说要类普筛 他讲的类普筛 类普筛 微普筛 滚动式普筛 对 然后大手笔一挥 二十万计 二十万计这是将近六千万的一个经费 我想请教一下我们陈时中陈部长 您这样子 您觉得您这一个做法是对的吗 而且让我们的这个林又昌林市长在家里想了两天 要怎么改 改什么 全民爱心检疫 全民防疫爱心筛检 全民防疫爱心筛检 然后就利用五天的时间 四月五号到九号 他是上班日来发送 他让这个高风险的一些上班族 还有一些年轻人 他没有办法去领到这一些的这个事迹 那甚至加开了四月九号下午 一点半 157个里同步再来发送一次 那我就下去跑 跑了几个里 我甚至有看到有民众跟里长发生冲突 因为他只发10% 那好那我举例 有一个里他才800人他发10%只有80个 然后80剂发根本就不够 一来你户口名簿拿来 家里有八个人 他就发了八剂 就已经就把又把80剂的十分之一又发走了 然后就在那边跟这个里长起爭旨起口角 我们该我们该风险大的没有领到 却让这个在家里的一些不会使用操作的这些长者先拿去 那也不知道说他们到底回去有没有操作 实操作 还是说我领着放在家里我先安心 我是要建议就是说 你普发这20万剂花了6000万 那我们基隆市筛出了44例的阳性 然后经过PCR检测得到了38例 那我只是要想说 你这里有确定的一个这个筛检的母数吗 还有后续你根本就没有做好这些登记 然后后续的你得到的这些疫调 是不是可以 这些资料根本就很模糊 回去给你们中央去做后面的整个的对疫情有帮助的 你们现在发放的这一个 第一个 类似的这个区公所里长这些这些里干事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发放的途中 这些里长还有志工他们的懒疫风险 第一个你们没有想到 那第二个你这个确定的这个母数 你只是只有做到发放 你根本就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疫调的一个结果 你只是我狂撒这6000万发出去之后 那你后续你得到了什么什么疫调的结果吗 并没有 你也根本也找不出潜在各社区各个团体里面的黑数 你一样是没有找到 所以说我只能说现在的政府可能是太有钱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对我们民众的这些真正需要的人却都没有得到 是这个爱心三姐的确让大家看到很多的问题 因为庭座还有在吵架的部分 那另外除了这之外 其实中央跟地方的决策是不是是相互矛盾 让基层民众非常 而且基层执行者非常的累 我们要请教近胜小庄一座 是 其实中央跟地方的矛盾 其实在所有的民众应该常常看到我们新闻报导上面 发现我们的执政党 我们的CDC 非常能够去发明所谓的代名词 什么类普塞等等 什么回归一堆 几乎都是他们的代名词 代名词会发生的所谓的影响的效应 就会在地方上面产生非常重大的矛盾 因为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的这个代名词 到底的指标意义在哪里 所有的防疫指引在哪里 相信那时候陈时中部长到我们地方上面来 讲了一个类普塞 我相信那时候正在居隔的 说我们牛昌林市长 可能当下他应该也疯掉了 他到底在讲什么 他知不知道地方上面的应该 运作上面应该怎么做 刚刚我们何处平和预言有讲到 说我们地方上面在发所谓的快塞试剂 快塞试剂第一次的发是10% 我们中山区总共有24个礼 那一天在发放一点半发放之前 我24个礼先从每一个礼我全部都跑完了 也包括跟里长跟所有的志工 请他们大家加油 然后以后等一下要发放快塞试剂的时候 应该会注意什么 他们都说完蛋了我们等一下会被骂 为什么 因为最小的礼 它只有分配到50世纪 最大的礼有发到700多的 所以它的人力上面的掌控上面 是临时要去凑出来 而且风险也会变得更大 人越多它的群聚的可能性就越大 人越少它的可以发放的比例 就相对的变更小 所以这些就是在防疫指引上面 所谓的我们之前的超前部署 几乎等于是没有在做 所以我们觉得这些超前部署 对于后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因应这样的一个疫情 现在目前的一个Omicron 它现在的变种是传播力强 但是它毒性是低的 我们一直传播力一直在提升 最近有一些数据我们的附近的国家 我们南韩现在又开始有新的变种 又提升它的传播力又提升了10% 所以以后我们台湾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国家会运营什么样的疫情的状况 到现在还是刚起步而已 未来一定会变得更多更乱 之前有口罩 现在有快三次计的这些乱源 以后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去因应呢 我们的防疫计程车 我们的救护系统 跟我们的中重症的专者病房 是不是都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特别 包括我们之前 我们还在跟我们几位我们党团的议员 包括我们林佩祥 在座林佩祥林副议长跟何淑品何议员 我们都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 我们要如何在这个当下 我们最重点的是要赶快保护这些 还没有施打疫苗的学童跟长辈 特别是在学校 因为他们每天都要去上课 孩童何估去面对这样的压力 压力全部都是在所有的家长身上 所以每一个学童都是家长心里面 最重要的那个宝 我希望我给我的小孩是最好的 我希望我能够保护我所有的家 我所有家里的小孩 让他们能够快乐的成长 健康的长大 但是今天我们现在开始要 因为我们的政治的关系等等 和所谓的超前部署 我们完全看不到 他们把所谓的BNT的儿童疫苗 跟莫德纳的儿童疫苗 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里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以现在目前世界上面的各个国家 大部分都还是用 所谓的BNT的儿童疫苗 也就是刚刚我们 林平祥林副议长讲的 所谓的小菊萍 它其实它的剂量是 是成人剂量的三分之一 但是我们现在目前准备要施打莫德纳 是成人的二分之一 这个比例上面非常令人 家长非常的焦虑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 要不要把这个同意书签下去 让我的儿童 我的小孩能够赶快去接种疫苗 其实EUA它都是一个紧急的发布 一个还在试验阶段 这些疫苗都还在试验阶段 当我的小朋友变成一个白老鼠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办 我愿不愿意让我的小朋友 去承担这样的风险 我们希望它健康 我们不希望它有副作用太大 光是我上次打第三剂疫苗 我也是打半剂莫德纳 小庄大家都知道 小庄看起来壮壮的高高的 其实那时候打了第三剂 半剂的疫苗 加强剂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副作用 全部都在我身上 我骨头酸痛 然后局部肿胀 然后胃寒发烧 我全部都有 然后在家里躺了两天 几乎躺在那边不能动 我暖气开到了28度 我还觉得说奇怪 怎么这个暖气坏掉了吗 你想想看 像我这么大的一个成人 对于这样的一个副作用 就几乎快很难去招架了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莫德纳的半剂 一样施打在 在5岁到11岁的孩童身上 会发生什么事 家长的心里面的焦虑 是一定有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再次再次恳请我们中央 真的要赶快去向 向辉瑞开始去购买 所谓的我们BNT 要赶快的进到我们国家来 让我们的孩童能够去施打 比较安全 比较没有疑虑的 得个儿童疫苗 让他们真正能够健康的长大 快乐的成长 的确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关注我们的儿童 那当然所以小庄医生 他其实做了一件事情 他在中山区的部分 送了所有的无酒精的抗菌液 给所有的孩子 我们来看看 基东市议员庄进盛江非酒精的抗菌液 随身瓶赠送给幼儿园的学生教职员 受到园长再三感谢 谢谢庄议员对我们小朋友的这么照顾 这样子 我想有他们随身携带 让爸爸妈妈可以带他们这样出去使用的话 我觉得这个更安全这样子 12岁以下的所有的血统 几乎都是没有打疫苗 对于我们这些血统的防护 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些无酒精的抗菌液 因为小朋友因为酒精的关系可能比较危险 所以我们特别去找了一些无酒精的抗菌液 希望能保护我们的血统 上学的时候 以及我们出外的时候都能够更安全 更增加一点防护 在对于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期间 我们能够变成一个抗疫小英雄 为我们的疫情尽量能够减温 让我们恢复正常的生活 随着基东疫情有延烧的迹象 基东市议员庄进盛 特别分送给中山区内 12岁以下公立 以及私立国小和幼儿园学生 以及老师教职院们 每人各一瓶抗菌液随生瓶 协助校园防疫 减少疫情在校园间扩散 在我们中山区 各公私立幼儿园 以及国小 因为我们12岁以下的学童 都没有吃打疫苗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增加 更大的一些防护 我们来赠送一些非酒精的一些抗菌液 希望他们能够安心的上学 快乐的长大 因为尤其现在疫情升温 我们除了每天做好防疫 我们非常重视这一块 也真的非常谢谢庄议员 也很重视这个议题 今天送这个消毒液给我们小朋友 真的很感谢议员 谢谢 市议员庄进盛也提醒小小朋友们 在疫情延烧这段期间 务必听从老师的话 请洗手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共同防疫 真的就是要共同防疫 就是保护大家的安全 那刚才说到我们的这一个疫苗 其实疫座们 他们都有不错 不同的看法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精神医座 其实在疫苗上面 我们希望能够中央能够赶快来去购买 我们的BNT的儿童疫苗 因为它目前是国际上面 有包括美国 欧盟 加拿大 澳洲 日本 南韩跟英国 他们都已经有开始施打 我们的BNT的儿童疫苗 但是莫德纳疫苗 只有在西方国家 所谓的欧盟跟加拿大 还有澳洲 还有英国 但是我们亚洲地区 真的还没有开始 有任何一个国家 去施打所谓的莫德纳的儿童疫苗 这个在澳洲来讲 澳洲它也有打BNT 也有打莫德纳 但是它在保护5到11岁的幼儿 它还是以辉瑞的BNT 为主要的武器 但是它把所谓的莫德纳的疫苗 放为一个次要的一个类别 就是说如果真的BNT真的没有了 我们才有再去打所谓的莫德纳 当然台湾所有的民众 大家都有自己的自主性 这就跟我们当初一开始 我们缺疫苗一样 我们希望能够让民众去选择 我能够去施打什么样的疫苗 甚至能够比较觉得 我比较适合的这样的疫苗 让民众能够主动的 踊跃的 来去施打疫苗 来去对抗这样的一个新冠疫情 所以我们应该也要让家长跟儿童 有一个最好的一个防护力 当然莫德纳 莫德纳其实它对于所谓的 我们家长比较担心的面 就是所谓在副作用上面 副作用上面 包括我们常常讲的可能心肌炎 可能心跳加速 还有一些发烧 胸痛 呼吸急促 如果说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太严重 可能就危害到我们血统的健康安全 所以我们不希望这样一个严重的副作用 会在我们的血统跟自己的小孩上面 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所以家长也不断的打电话 他跟我们民意代表一直在沉寝 希望我们能够来帮助这些小朋友 能够施打安全 真的他们比较能够信得过的一个疫苗 但是中央是不是能够照听照办 对于地方政府 我们希望能够发挥 我们地方资质的一个方向 我希望我们也能够 希望我们市政府 我们年幼昌林市长 能够跟中央赶快来积极争取之外 如果万一争取不到 我们是不是能够用紧急预备金 能够赶快来购置 所谓的辉瑞BNT的儿童疫苗 如果不行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在场的 所有的跟我们党团的所有的议员 都很愿意一起来出资 然后包括我们来 像我们一些社福团体一起来募款 像我加入同期会 然后我们何淑平何英元也在同期会 还有也是地方上面的妇女会的理事长 然后我们林佩祥林副议长 他也加入私职会福伦社等等 这些社团他们都很希望能够去帮助 我们地方上面的儿童 跟所有的长辈 能够来去有效的 去购买这些安全的疫苗 我们相信我们一起合作一起努力 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儿童 在于儿童疫苗上面能够有一个安全的选择 是 就是要顾好我们的儿童吗 那我相信那个何一座 他也有接到很多民众 对这个施打疫苗的疑虑 对 像这个停班停课 我先讲停班停课 这个就好了 像这个全校停课的部分 像政府也很慢的在跟大家讲 那就是说现在除了保护这些小朋友停班停课 因为他们也怕说小朋友如果说太慢接受到 这个什么确诊的一些通知的时候 回去我们家里还有长者 有阿公阿嬷 或者是说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接到了很多的小朋友的家长 他们都有一直来跟我们来反应 那再来就是刚刚庄议员讲到的 刚刚我讲的是校园的部分 那再来的部分就是打预防针来 就是打这些疫苗来预防 我们一起来对抗这些病毒 那我们刚刚有跟副议长 还有跟庄议员 我们这边有在讲 我们党团的议员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我们不要当莫德纳的白老鼠 像CDC 他也还没有核准 就是说因为莫德纳的这个后座力 真的蛮强的 因为我三剂 刚刚庄议员说他这个块头 打莫德纳就难过得要死 我也是 我打三剂都是莫德纳 大概就是手指碰到的时候 我就全身酸痛 我都觉得好像我是那种 那种痛风的患者 就是全身骨头已经都痛了受不了 我没有办法想象 5至11岁的小朋友 能够承受半剂 我打半剂 第三剂是打半剂 半剂一样 我那个普拿藤都已经都是在家里备好备用的 大概打第一剂第二剂的时候已经很不舒服 我以为打第三剂只有半剂会比较 那个感觉会比较就是不会那么不舒服 可是还是一样不舒服 所以说我们就接到一些家长的电话说 我们的小朋友难道只有莫德纳这一个选择吗 那所以说我们就党团议员就有就说我们要来联合来提案 如果说我们就拜托林优昌林市长 如果让中央这边能够有BNT的一个疫苗 来让我们小朋友来施打 如果不行的话 是不是能够动用紧急预备金 或者是说刚刚有讲到 庄业有提到 我们都很乐于来向民间来募款 来帮忙来筹措买适合小朋友的疫苗 来让他们施打 政府有保护 政府有保护我们这个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不要把这个责任丢给家长 因为打这个莫德纳必须要家长同意 请不要 请不要把这个责任丢给家长来做这个决定 因为你们本来就要先替我们把关 你不能说就是只有莫德纳的这个选择 那如果说你们是因为政治立场 那请你们放给民间去采购吧 我们希望能够让家长安心 让小朋友打了疫苗之后 能够有适合小朋友的疫苗 以上的建议 就是要让孩子能够安安心心 施打疫苗 我们配强副作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资料吧 好像是美国CDC CDC前一阵子才公布 就是说最适合从5到17岁 不是到12岁 5到17岁最适合 他们来建议施打的疫苗是BNT 那5到17岁目前最适合BNT的剂量 也都不是一剂而是三分之一剂 那就我所知道以我知道的医学常识来讲 医学知识来讲 BNT是目前我们知道的MRNA的疫苗里面 是副作用最小的 防护力不见得是最强 可是副作用绝对最小 那为什么莫德纳一直没有过 因为莫德纳有可能会引发 在青少年引发心肌炎的风险比较高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边不管 其实不只是我们议会 包括全国的民意代表 包括全国的真的在那个民间在医学界 很多人都说 能的话我们拿BNT 与其说莫德纳不好 倒不如说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承受任何的风险 刚小庄一座讲了 这是EUA 这个是紧急使用许可EUA Emergency Usage in Acceptance 所以在这个EUA的情况之下 这个药本身 这个疫苗本身是不成熟的 那既然我们知道这疫苗不成熟 既然我们知道这疫苗有风险 身为执政者 我们就应该要把这个风险尽量降低 这才是为什么我们议会所有党团 会这次一起联合提案 所谓见请基隆市政府 见请市长林佑昌 向中央争取BNT举评 也就是三分之一的 三分之一剂量的BNT 来给我们基隆市的幼儿使用 因为身为家长 我不希望看到我们家小朋友 因为打了疫苗 而身体不舒服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林佑昌市长 可能快卸任了 也有可能是说他会不会因为政治前途不愿意 假设基隆市政府没办法 不愿意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我们以议会 以我们这几个民意代表的名字 以我们这几个民意代表的能力 跟我们的交友广阔 邀请基隆市各界善心人士 来共襄善取 这不是善取 这是善取 这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 不是因为说 我们觉得市政府做得不好 而是我们比较希望 我们基隆市的小朋友 多多少少 让我们自己可以安心一点 我们身为家长的 不用担心他会得到新冠肺炎 也不用担心他打了疫苗之后 身体不舒服 很单纯的是希望说 如果说我们能够做 我们身为民意代表 我们身为公职人员 我们如果能够做一趴做得好 我们就应该去做 然后我们知道怎么样做 才能够符合我们所希望的大众利益 我们就应该主动去做 现在我们看到的清零政策 已经不存在了 已经不符合实际了 我们现在与隐蔽毒共存 那我们就必须要 拿到更好的疫苗 那目前其他国家 给我们的经验 是BNT是对小朋友 比较好的疫苗 我们就不应该说 自己打个脑袋 觉得自己很聪明 我们去打1%的莫德纳疫苗 来当小朋友的试验 把小朋友当实验白老鼠 因为这样不对 我们小朋友不负责任 与其是说 我们不相信政府 不相信莫德纳 不相信美国的科技 倒不如说 我们明明知道 外面有更好的东西 我们不去争取 那我们身为执政政府 不是很糟糕吗 我会认为说 我们为什么很坚持 希望拿到海童疫苗 如果真的买不到 真的是大家都在抢 那就算了 去年9月份 美国就已经宣布说 要给小朋友打BNT 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 国国之路过了半年 然后我们现在 什么动作都没有做 半年之内 我们都看到一堆说 我们准备要跟BNT签约了 我们准备要买BNT了 BNT没关系 现在没有及时性的需要 好 我们现在有 及时性的需要了 请问一下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加快脚步呢 我们身为季后市议员 我们可能没有权限 直接叫中央做任何事情 但是我们还是代表民意 我们还是关心 这些药厂 这些药厂认得是钱 不会认为是你哪个国家 不会管你后面政治 政治背景怎么样 不会管你政治 后面政治动机怎么样 但是我们需要 小朋友需要疫苗 我们小朋友需要安全的疫苗 如此而已 所以我会认为说 今天我们找BNT 今天我们几个议员 愿意站出来讲这件事情 今天我们坚持 让小朋友打比较好的疫苗 不是因为说 我们不相信政府 而是我们更相信科学 我们更相信经验 人家国外走了几千万人 跟我们讲的经验 我们不去学 然后我们自己要 他一个头脑说 我们来做 我们来打半季莫德纳 好不好 然后小朋友 如果你们要打的话 妈妈 爸爸 妈妈要签书 那如果出的事情 你们负责 何必呢 我是认为这本身很可笑 只是说这个 人家说 把生命中 有价值的东西 毁灭给别人看 叫做悲剧 把生命中 没有价值的东西 毁灭给别人看 叫做喜剧 我只是用喜剧的口吻 把这句悲剧 将即将到的悲剧 把它讲出来而已 请不要把我们家的小朋友 拿来做你们 你们政策上的 把它变成说实际上的悲剧 就这样 所以刚才副作用还有特别听到就是说 就是一定不能只有真正没有科学 而说到这个科学 我们小庄一座 他其实有准备几份资料 要跟大家来分析 其实现在所有的疫苗 其实都是在EUA的状态 其实他还没有真正的完全通过整个所有的实验 其实后面这个疫苗相关的副作用 还会在哪里 其实大家都不得而知 也就是现在目前在国际上面 也还有我们本国里面 有很多人不愿意接种疫苗的原因 当然我们第一个 这些所有的东西我们要打疫苗之前 我们一定要签同意书 当然每个人国家跟整个国际疫情上面的影响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才是对自己最好的 因为有工作上面的影响 有家庭上面的影响 你今天没有打疫苗 我这个工作可能就没有了 我必须要去打这样的疫苗 现在所有的小朋友 他也是所有的家中里面的一个宝 阿公阿嬷最疼爱的孙子 跟家里最疼爱的小孩 我们希望他们真正能够健康能够快乐 这是我们所有的人应该都有的共识 身为我们民意代表 我们第一个就要替这些家长去想到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在所有的国际疫苗上面 我们去挑选一个比较适合我们亚洲人 也适合所有的血统 让减少副作用 这也是一种疫情的减压的一个做法 目前以Omicron这样的一个传播速度 相对来讲我们目前为止 我想还是是刚开始而已 后面还会有慢慢慢慢逐渐的攀升 当然我们希望不要 我们希望这件事情能够疫情赶快的退散 我们大家一起过正常的生活 但是目前以下的数据来讲 我们应该是没有办法去摆脱 很快去摆脱这样的疫情 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一个后面的高峰期 我们大概平均我们整个国家 应该要承受所有多大的风险 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我们所有的民意代表 只希望不要有任何人因为疫情 在因为这样而失去生命 每一条生命就代表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的幸福 就可能因为这样的疫情 造成非常大的巨大的一个变化 我们都会将心比心 一起来为我们所有的民众来努力 为我们这些血统 跟所有的卫斯达疫苗的这些长辈 我们也能够尽一份心力 让他们能够在于新的安全的模式下面 还能够来度过这样的疫情的困扰 是 就是要有科学 大家要看不同的面向 要倾听地方的名声 像这样科学的部分 我们就要讲到一下 跟人民一样很有感的 就是我们的科技 我们的交通 在交通的部分 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我们的东明路 我们新疫区的交通路线效益 很多民众就会在反映 在这个大型社区的入口 他们的交通规划设计 是不是可以再更改善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淑评 易卓 好的 现在就是说 我们现在常常 我们都知道说像交通 我们我们基隆 大概是132 132.76平方米 平方公里 那95%是这个山坡地 所以说我们地下人稠 我们所拥有的道路的这个 应该是说道路的这个容量 就是车辆的这个容量 是非常的有限 那我归纳我们新疫区 大概有比较 这个比较容易发生车祸的一个 几个路口 就是一个是东明路跟东兴路口 还有就是这个深溪路 孝东路口 那我这边有带一个比较 这个警示图 这个是东明路 往这个新疫国中的方向 他要 这个是 这样应该看得清楚 这里是法院 这里 这边是法院 等一下 这边 刚好反方向 这边是法院 然后他 直走 直走进去的话 是这个东兴路 然后他通常 他会左转到我们这个 重法街上面 那因为红绿灯的这个时间差 是非常的短 执行车还不至于等太久 但是左转到这个 重法街的这个 人车还是要小心一点 那这个在这个109年 他发生A2的这个车祸 有五件 那A3是有三件 那所谓的警察 他们在归类A2 A3 是怎么归类的 就是他的A2 就是说造成人员受伤 或者是说24小时死亡的案件 那如果说是A3的话 就是仅有就是财务上的面的损失 那在110年的话 在这个路口呢 增加了一件 然后A3是比较缩减了两件 那在这个重法街的这个路口呢 这里还算还好 这个要往里面再走 走进去的话 他这个 左转上去东光路 这里就比较有争议性 因为这里常常 他因为他没有左转上去这个东光路的这个耗制灯 通常他这个车辆会哪里会产生差状 就是东信路出来要往市区的方向 跟要左转上去东光路的这个车辆呢 常常会因为抢快 然后产生了这个碰撞 那我是在这边建议就是说 在这个路口应该要设置专用的一个耗制 保障就是说 这个用车人的一个权益 才不会说 我要往前走 那我这边要往左转 然后发生差状 在这里 这个路口是比较值得有争议性的 因为我们大概上个月 我们还有就是跟交通队 还有交通处 有来研究 看怎么样减少 让这个机车骑士也好 这个汽车驾驶朋友也好 能够减少车祸的产生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东信路跟东明路口 比较容易就是发生车辆 这个差状的两个路口 一个是左转重法街 一个是左转东光路 那再接下来就是 因为我们信义区跟这个中正区 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一个社区 目前还是有很多的建案在推动 那因为基隆市本身的这个道路容量 其实非常的非常的小 尤其是在这个四叉路口 我常常讲说四叉路口 就是说深溪路 旧深澳坑路口 孝东路 然后那边就是产生了 就是微笑台北 简单的来讲 就是微笑台北前面的这个路口 那这个路口呢 我就特别要特别要来建议 就是像我们台62甲县 在102年的时候开通 到现在那里还是一样 一样每次都塞车 那我应该是这样讲 我有跟深澳坑派出所的那边 所长有在那边聊天 他们每天到了这个上下班的 这个巅峰时间 他们就要派员 派员在那边 就是因为像我常常在讲说 交通处应该要多用一点心 因为像这个机器 它是属于 我应该这样讲 它是属于科技化 然后如果说真的在塞车的时候 它是感受不到的 所以说就必须要派交通处的人 或者是说警员 在那边调动 就会机动式的 他没有办法 因为机器它是死的 人跟现场的状况是活的 所以说他必须要在那边做当时的情况 来调动那个灯号 所以说我在这边建议 就是交通处要多用点心 要看现场的状况 来设定各个路口的一个秒数 来达到疏解 疏解这个每个路口的一个状况 那除了这个建议之外 还有就是我也要建议 就是说在深澳坑路口 他那时候有研究过 是不是把这个车辆把它拉长 到前面一点去回转 这个就是深澳坑 第一个建议 就是深澳坑路回转的一个慎选 要慎选 因为有的会说 我到86巷那边 又造成86巷那边造成车祸 那你是不是你整个交通处 你是不是就要去研溢 就是说整个道路的延伸 然后看在哪个地方 好让我们的车子 能够在那边回转 第一个安全比较重要 那第二个 就是说这个市政府 这边也要研究 是不是在微笑台北社区 这边增设 这个增设 多增设一个车道 是不是确定要来多增设一个车道 然后这边你们要审慎的来评估 那因为这里的交通常常在打结 不要说本人常常办会刊 相信议会的这个议会同仁 也常常在那边办会刊 那因为我们议员只有建议权 那市政府他有行政材量权 所以说在这里 我们提供意见给交通处 那最重要的 最后也是要看交通处 能够做怎么样的一个改善 是 真的就是要民众的安全 因为交通最重要的 民众最有感的就还是安全 那我知道中山区其实也有 一样相同的类似案件 有请我们的小庄一座 来跟大家分析 其实我们在中山区 因为基隆市的腹地比较小 所以我们的车型路廊跟停车空间 本来就比较少 而且就比较小 所以我们在地方上面 一直从商量以来就开始推动 所谓的快捷公车1813D 最近也开始通车了 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也透过网路上面 去做一些问题的一个寻答 包括我们也做一些统计 也跟我们林佩祥林副议长 也同时邀请我们国光号 国光客运公司 来一起来就我们的乘车的一个方向 去做修正 去做改变 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些通勤组 真正的能够享受到 所谓快捷公车的一个便利性 也让他们早晚一点出门 能够早一点回家 这是我们一直想要做到的一件事情 而且这些东西也包含着 我们所谓的停车空间 如果我们能够在家里 这个停车空间能够不要去浪费 我们去减少市区上面的压力 这就是我们快捷公车 另外的一种效应在 非常好的一个效应 因为我们将土地充分的利用 我们才不会让所谓的 我们市区上面的包括 包括机车停车阁非常的拥挤 我们常常看到火车站周边 啸三路 啸四路 几乎摩托车几乎停得满满的 包括我们骑楼也受到了影响 所以我们透过快捷公车的这些开通 我们进行的调查 也希望那些通勤组 能够更方便的来去搭车 在这边我们也发现了一个 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我们的交通处 它有所谓的公共运输科 公共运输科它从来不会去 关心所谓的我们通勤组上面的 通勤上面的问题 跟它是否搭乘上面 是不是搭得上车 是不是会满车 是不是人数过少 反而都是常常看到我们 何淑平 何议员 还有我们林佩祥 林副议长 我们常常在地方上面 去看这些通勤组 我们去调查说 你们搭车的状况怎么样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 我们交通处去做有任何的作为 所以在这一次的大会上面 我会提出来 请他们将这些跟各客运公司 应该要紧密的去结合 去了解我们相关的运输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进行能够来 微调能够做到更好 包含我们的中山区 其实有很多民众 因为他不在路线上面 他居住的地方不在路线上面 所以造成这些民众变成 很想要去搭这样的车 但是确实有他的困难点 跟原本的一些车辆 他原本搭车的习惯已经改变了 原本有的车现在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希望也建议我们交通处 也能够跟我们国光客运公司 能够来直接来接洽 能够多点发车 包括我们西丁路上面 有很多民众希望能够来运用 这样的快捷公车 因为中山区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是基隆七个行政区里面 所有的高速公路的交流道是最多的 而且是最方便的 而且紧邻我们的国道三号 国道三号来讲 以上班通行来讲 是比较 赛车比较不会那么严重 除了说他转了中山高之后 可能又因为下雨 会在所谓的我们北无堵 一直到我们的卖帅公路 一直到基隆路 可能就会比较拥塞一点 会影响到他们上下班的一个时间 还有可能会担心他们会迟到 影响他们的工作的一个情绪就不好 我们在这边我们要继续努力 我们也会将心比心 我们会将我们通勤族所有的需求 放在心里面 来跟我们基隆市政府交通处 一起来跟客运公司一起来打造 更舒适的乘车的环境 是 就是要舒适的乘车环境 而且还要快速的抵达目的地 全市最多的人口就是在我们的安乐区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佩祥辅助 通勤的问题解决了吗 老实讲因为疫情 所以现在很多学生都变成与距离上课 所以最近搭公车的人士少了差不多有三分之一 那这一波少三分之一的时候 车子还是继续开 但是对于像9026 像这样的这种固定式的通勤 固定式的国道公车 还有1815 他们反而就是这个 经营的利润 经营的状况反而变不好 所以这点是大家 所以说疫情对通勤主模影响的 那以安乐区来讲 如果说没有疫情的状况之下 是很难满足所有人通勤的需求 因为安乐区是人口来讲 83000人 83000人里面我估计有6成6 也就是三分之二的人 是往台北上班或上课的 所以每天早上 在麦金路也好 还是在基金路也好 你都会看到大牌长龙的车子 尤其下雨时间 大牌长龙的车子准备上国道 跟准备上一高跟三高 就是从这边的交流道上去 可是比较尴尬的点是 最近的这个状况越来越糟糕 因为基隆捷运要开了 要经过北无赌科技园区 那北无赌科技园区 本来的货柜集散站 现在全部都移到安乐区来 所以变成说 安乐区当初都市规划里面 基金路跟迈进路 这个T字型的路口 并不是规划给八万人去居住的 但是现在既然说 已经有八万人在那边居住了 所以每天上班的时候 各位安乐区的好朋友 很明显的感觉到说 上班要上高速公路难 下班要下高速公路也很辛苦 尤其是在基金交流道这边 那可能会越来越辛苦 因为这个货柜集散站目前主要知道两个地方 一个是在基金一路200多号后面的那个 仓储用地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知道 国家新城上面的上置货柜 也就是说 乐利三街有一万三千人到一万五千人居住的大型的地区 只有一条街下来 要让这一万五千人下来 包括林佑昌市长也是住在国家新城 要下来就已经够困难了 现在要跟连结车争到 要跟货柜车争到 那下来之后你要走迈进路 不管是南向还是北向 不管是接一高还是接三高 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在总咨询的时候 已经跟林佑昌市长反应过 他两手一摊说 我会请警察局跟交通署 跟产发署来共同解决 看能不能尽量改善这个问题 当然有点改善 不过基本上这个 杯水车薪缓不济紧 这个你说是市政府的错 我也很难讲 因为这是几十年来都市规划上面的问题 但是我们既然遇到这问题了 还是要解决 通行族新生很简单 准时上班早点回家 我坐跳花公车 安乐内湖县 现在应该全名正名叫万里内湖县 从万里来内湖科技园区 经过安乐区的寄金路跟卖金路 直接上一高到内湖科技园区 这条线主要那时候主打就是 让你多睡15分钟 让你早15分钟回家 然后一前以后 让你省30分钟 让你多省30分钟 多省30块 那很开心说 现在到目前为止 三年多都已经做到了 不过因为做到这一条 所以有其他的地方也问我说 能不能做跳花公车的事情 那目前有可能在其他区 我们也会跟其他区的异座合作 看能不能把跳花公车 像和异座已经很明显的多 camera转一下 已经很明显的多两个站 他争取到的 那小庄一座这边1813D 我们也 我办公室也跟小庄一座 我们争取到6点45分那一班 因为我们后来看6点45分1813D 这个时间的时候 是最多人可以去做的 如果我们再多开一班车 就有更多人能够早点上班 早点上班早点回家 所以我们在交通这方面 不只是我个人 还有包括在座两位一座 我们都希望说 让我们基隆市最精华的人力 让我们基隆市最精华的市民 市民人力资源 去台北上班的通行组 能够早点回来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还有很多努力的地方 我们还会继续努力 我们也一定得继续努力 不过也要请大家 给我们继续支持 因为我们敢把这句话讲出来 就是表示我们会做 我们肯做 而且我们也敢做 那我们不只会督促市政府 帮我们所有的通勤族 谋福利之外 我们会动用自己 所有的资源跟能力 不只是市政府 甚至中央 甚至其他县市的市政府 我们会一起合作 让我们基隆人 到台北上班最后 到新北上班最后 比较紧张 让我们至少说 基隆虽然还不够好 但是我们会让基隆人 过得更好 这就是要让基隆人 越来越幸福 营州最幸福感 我们现在最后两分钟 我们要请三位一座 有没有什么话 要跟我们的生命朋友说 其实在地方上面 我们三位一座 应该都很诚诚恳恳 一直为地方上面来去做努力 同时以民众的心声为最优先 我们希望能够在地方上面 能够做得更好 包括我们目前在中山区 我争取了很多 也希望大家民众 也能够未来将我们的社区 也能够越来越好 包括我们的太平衣三层 以后未来是不是有缆车 包括所有的交通节点的一个优化 跟西岸的观光栏带的建制 我一直都很努力 相信我们何淑平很远 跟林明强 林副议长也相信他们在地方上面 都做得非常的好 是 何逸泽 我们现在跟我们最息息相关的就是 新冠肺炎的这一场仗 我们已经打了快两年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我们第一波是缺口罩 第二波是缺疫苗 第三波现在是缺快筛跟治疗 那在这里我真的是诚心的建议 我们政府真的是就是说 赶快的为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台湾的老人 注射疫苗的覆盖率是偏低的 第一个赶快帮老人注射疫苗 然后第二个就是帮儿童采购 适合孩童的一个疫苗 第三个赶快加速这个进口 这个治疗的药物进口 然后还有就是说 希望这个快筛剂的准备 像一些美国日本 他们的国家大部分 大概就是要准备1.5倍至2倍 那依照我们台湾这个至少要准备 3500万剂 然后再希望就是说第四点 能够多提供一些慢性病 还有癌症高危险群的 一个完善的一个医疗的设施 那我们这个全国的人民 能够在这个疫情的新生活的 这个能够早日的恢复正常生活 然后百业复苏 是 就是要为民谋服 最后20秒 我们分享不止 林耀昌市长 能不能跟我们讲 篮球场封到什么时候 全部人都在问我 篮球场封到什么时候 我知道4月6号之后继续封 可是不要忘记 有一些人就是想要知道说 他们不会去打篮球 可是能不能跟我们讲 封到什么时候 至少时间跟我们讲 那你之后再继续封也OK 可是不要一封之后就 就遥遥无期 这样子很多人受不了 可不可以帮个忙好不好 我被问得快烦死了 能帮我个忙 跟他们讲 空到什么时候就好 好不好 以上 告白头 谢谢三位宇宙 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